2021结束了,大家今年都看了哪些电视剧呢?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大制作S级大剧们,到底哪家型? 临近年关腾讯今年最后一部S家大制作《雪中汉刀行》终于上线。 相比为播出前粉丝的乔首以待仅仅开播几天,《雪中汉刀行》就遭到了不少吐槽。 虽然也有不少观众表示拍的也没那么差,但就以现在的形式来看, 《雪中汉刀行》即将栽在口碑上,《雪中汉刀行》到底行不行? 其实,抛出剧方选角的主观审美,以及被观众普遍吐槽的慢镜头打戏, 《雪中汉刀行》的质量的确在这两年五家剧的平均线以上, 遭遇口碑危机的最大原因在于不符合观众的期待。 《雪中汉刀行》是一部由原著粉丝基础的大IP, 作者和腾讯对IP影视可谓步步小心处处用心, 早在作者风火系诸侯,亲自选定男主张若云, 并在微博向粉丝报备,腾讯找到编剧之神王卷, 重组契余年,小贩大人家王卷的王炸组合时, 观众的期待值就被拉满了。 但是上线之后,尽管首播数据上可后续却有逐渐哑火的趋势, 当然,《雪中汉刀行》并不是今年腾讯摔得最狠的S加大项目, 事实上2021年,腾讯的S加大项目普遍反馈不佳, 尤其国偶和仙霞是重灾区,花最多的钱拍最烂的剧, 成了网友吐槽腾讯的常用趋势。 先来科普一下腾讯的项目分级制度, S加S,A,B是腾讯的项目评定标准, 广泛应用于网剧和网络电影领域, 这套评价体系不仅显示了一个项目的体量和预期, 还包含了它背后的制作模式,播出模式,甚至营销模式, S或S以上项目是平台自制, 大多由大IP大导演或高流量明星户, 能占有最好的宣发资源, A级项目网络平台也重视, 但整体体量小一些, 能笼络的资源也无法与S级项目相比, B级项目就有点自生自灭的意思了。 多级项目平台不参与制片和出品, 影视剧在平台播出, 参与点击量分成, 腾讯今年播出的S加有哪些呢? 有斐千古绝尘, 长歌行胡珠夫人, 雪中汗刀行扫黑风暴, 你是我的荣耀。 除了最后两部现代剧, 前面可以说是都陷入了口碑泥潭, 年初, 赵丽王一博主演的有匪, 豆瓣评分5.5, 未播出前因为原著质量过硬, 再加上是赵丽颖付出首作, 一度期待值拉满, 结果播出后, 简陋的服装道具, 敷衍的慢动作打戏, 遭到铺天盖地的吐槽, 王一博的古装造型, 也再度被网友评为不适合古装, 因为具质量太差, 两家粉丝互相甩锅, 更是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, 骂战一度让赵丽颖撞到了清朗行动的枪口上, 粉丝被微博禁言, 无度有偶, 迪六八和吴磊主演的长歌行豆瓣评分5.8, 开播即引发争议, 原因竟是制作方用动态漫画代替女主落水, 两军交战等大场面, 被网友质疑, 节省经费敷衍演观众, 迪六八也被质疑, 长相过于混血不适合古典, 原著里, 李长哥是个轻力型汉族妹子, 男主是个高壮西域猛男, 但事实完全相反, 处境最尴尬的莫贵女主, 从造型上来看, 迪六八这次的古装造型确实非常失败, 看起来就像男扮女装一样, 这两条龙须刘海说是为了贴合原著, 但事实上根本不适合她的脸, 既没有男性的阴气又没有女性的婉约, 所以看起来就会让人有些出戏, 虽然红毯造型是一次彼此惊艳, 但是电视剧里她的皮肤状态真的太显老了, 皮肤状态不扛打整体人物显老, 就会给剧中人物观感降低维度, 跟99年的男主吴磊看起来CP就会差很多, 反而是赵卢斯和刘宇宁的副CP吃到了红利, 周冬宇和徐凯的千古绝尘豆瓣平分5.3, 这部三季以后下凡的仙侠剧槽点更是全面展开, 女主造型毫无仙气, 男主浮肿, 配音不贴脸, 剧情俗套, 周冬宇和徐凯的颜值也引发网友热议, 一个被吐槽颜值挂单, 另一个被吐槽脸肿发塞, 首先因为周冬宇五官偏小也属于淡眼, 所以在剧里看起来不够精致, 单眼皮和肿眼泡没有仙气, 尤其是配上古装造型就更显得违和, 而徐凯被吐槽像是胖头鱼, 连侠和险都看不见了, 古装仙侠剧对演员身形的要求很高, 一旦身材管理不到位上镜就会显胖, 也会影响观众的追剧体验,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演技, 周冬宇饰演的上古成了蹦蹦跳跳的少女, 眉毛眼睛乱飞表情都控制不住, 也就很难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了, 包括季冠林的配音也是让不少观众直呼出戏, 根本不贴脸, 季冠林的声线比较欲解封, 但周冬宇从长相到演技都很小孩, 看起来就像一个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小孩, 还有徐凯饰演的白绝, 高冷并不等于面瘫, 徐凯每次登场表情都没什么变化, 眼神也很呆滞和周冬宇一样, 徐凯每次和男配同框颜值也是被吊打的那位, 整部剧除了特效画面很难挑出过人之处, 再就是杨幂和陈伟婷的胡珠夫人, 评分达到了目前的最低水平豆瓣仅5.1分, 杨幂和陈伟婷的年龄状态饱受吐槽, 聚方对磨皮滤镜的滥用更是比尤斐永过之而无不及, 少年女主和副贼批成了唯一的亮点, 尽管大家的演技都十分浑水摸鱼, 但是其实说实话, 搭乱质量抛开其他因素的话, 要比尤斐的质量高很多, 不过也不行就是了, 疯狂撒钱却屡屡扑接的腾讯, 如今也尝到了被架在热锅上烤的滋味, 为什么花了钱的大项目找了大流量来演, 最后却没办法拿到观众的及格分呢? 一部剧, 从选角开始到剧本再到拍摄, 腾讯始终都是用流量的目光在思考问题, 在今年狼殿下和德罗大陆两部剧创下了不足的播放量, 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两部都有一个顶流肖战, 而且这两部剧的评级在之前并不高, 虽然播放量喜人, 但是评价依旧不怎么好, 而且或许是因为拍这两部戏的时候, 肖战的演戏经验还不是非常丰富, 所以他不太擅长在镜头面前掩盖自己五官的缺点, 其实需要起伏的场景里很容易看到抬头文, 这会让观众感到十分出息, 同样的浮夸演技也出现在斗罗大陆中,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, 对于俄来说流量就是最好的, 找合适的演员还是找有流量的演员, 写符合逻辑的剧本还是符合爆款套路的剧本, 认真打磨细节还是追求短评快, 腾讯无疑选了能躺着把钱赚了的那条路, 剧方考虑自己的利益平台追求可复制的成功, 大家都在把电视剧当快餐室的互联网产品来做, 套路看多了大家都已经很腻了, 这也是为什么目前仙霞流水化古装大女主逐渐被时代抛弃, 再难处暴剧的原因, 崩起刘诗诗杨幂赵丽这些85话的流量密码, 古装大女主剧已经过时了, 相比女星玛丽苏, 观众更期待的是遇刺小舞座传递的女子保护女子, 先搞事业再搞爱情的新型价值观, 相比三生三世甚至时生时世试图虐恋强行误会, 观众更期待的是仙霞剧的侠气回归, 曾经的仙剑七侠传至今经久不衰就是名正, 接下来要上的SG还有王牌部队, 艾达尔巴定律,竞双城等, 那么这一次有行的吗?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 如果你有下改进去的话题,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动, 我们下期再见啦!